由深美、丁子朗、文美恩和吳若熙主持的旅游节目 深美旅行团 今天举人收市足节会 公布暂时最高收市25.2点 成绩不错 最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好像拍得太好玩了 哈哈哈哈 我怕有些人期望那个地方有百二分 对啊,你明白吗? 你知道吧 是我们拍得好而已 哈哈哈哈 有些人在那里 不是有大家 原来那里80分 被人扭了之后 去那里不是那么好玩的 失望 你去浸温泉 你没有空肌在那里 你就差一点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大哥那个禁字在那里又差一点 是啊 有点小一点 那个禁字是小一点的 我再说一次 是视觉效果来的 我是厚他 我是厚他一点点 所以那个禁字是小一点 厚厚很厚 厚厚 是啊 是啊 我刚才已经质问了 我按照问一个同事 写禁字在那里 是啊 我已经问过他 我问他为何他禁字小一点 他说我厚一点 所以禁字小一点 禁字小一点 是的 我说是比较大 应该跟较size 但是是不是比较大呢 我不敢说 大哥是偉大的 他偉大的 偉大的 偉大的偉大哥 可能我更小器 更小器 更胃肉 更胃肉 小器 關發肉 甚麼事 深藝大讚這次最特別的是麥美欣的演出 我拍攝的時候我都害怕 我都害怕 慘了 他穿了肥肌尼出來會不會太過 你知道肥肌尼都是比較性感的裝束 很難得他可以做到老少爺 這是麥美欣的特色 他是第一個可以穿肥肌尼 可以穿到老爺爺爺 昨天那集快點看 記住 補回看肥肌尼 遮著樣子 包到全身窄 緊身好像金玉蟲 現在網上已經瘋傳 大鑊好平 對 對 每個下面的Facebook留言都說 好平好平好平 不是啊 好平好平好平 所以麥美欣這次真是 真是 賺了 當然賺了 不知多少人喜歡他 不但麥美欣的可愛 真的確實 在今次心理旅行團裡見到 他平常兩個都可愛 兩個可愛 對 兩個可愛 好平常